散戶變當後跨出財富自由地步 大家好我是Sandy小老師 歡迎回到散戶進化論 這一週本來應該是 超級航海週 應該是讓很多股民很期待說 會不會有一些利多消息 然後讓原本的股價可以往上升呢 但是 不漲就算了 反而還繼續的重挫下跌 甚至是跌破了月線 這時候就讓很多水手們在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真的要氣喘了 不要再撐下去了 或是趕快轉個方向 趕快搭上車買車表 這才是聰明的好方法呢 今天就在節目中要來告訴大家 那各位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一定要幫我們頻道訂閱按讚加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趕快就要請教一下王博了 王博好 Sandy好 同學們大家好 王博小檔案 王建文 王博 北大氣管系博士候選人 北大國際財務金融碩士 非凡 東森 三立 標訪名師 大學講師 證券分析師 期貨分析師 信託 理財規劃 產業結構分析 法人籌碼分析 公司營收分析 大家好 王博 你看喔 像這個航運股啊 他在上週的時候 其實在週四週 他有一點反彈的跡象出來 但是你看這一週 連反彈一點點的跡象都沒有了 然後是繼續的重挫又下跌 這時候你是不是覺得 還是 氣喘會不會比較好啊 好的 其實啦 我記得我們在上一集裡面 大概已經有講到 其實就是籌碼 而且其實真的很多的那個同學 其實真的那個 長榮陽明都買在200塊以上 然後那個望海300塊以上 其實這一次的那個修正 其實真的 產生很大的一個壓力 憑良心講 因為在王博那裡面 很多同學在問 當然上個禮拜 我們有建議同學可以做做短線的那個 價差規劃 那你做完價差之後 其實你可以等 等集碟之後 再準備進場 集碟是像現在 像現在 只是說 其實很多的海軍 海軍 我一直講說要做一個聰明的海軍 很多海軍 很多水手 有的可能已經先跳船了 對 因為真的沒辦法 已經撐不下去了 對 如果你是用融資啦 因為我聽說其實有的那個團隊是用融資 買那個長龍陽明喔 那個可能買在那種200塊 如果你是用融資的話 其實你這幾天這樣下來 其實真的是被被清出去了 那現在 反而什麼反而 大家對那個航運股的那個信心就變得沒有那麼強 以前是認為說不管再怎麼晃 他一定會再繼續漲高 一定會來到我們的心目中的那個所謂的 對 所謂的目的地 不過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說 以目前看來 目前看來 因為航運股已經破月線了 對 那個整個慣性形態都改變了 那我認為有機會反彈 有機會反彈 但是反彈上來之後 那同學可能要找個機會 優雅的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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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反彈上來之後 整個環境 整個型態 整個慣性都改變之後 你反彈上來 你就是找個機會優雅下船 但是現階段 現階段因為集結之後 是有機會了 那剛好 剛好有很多同學 在那裡面剛好有問到那個 步零通道嘛 對啊 所以我們今天怎麼樣 我們今天就用 步零通道的角度來跟同學們分析一下說 如果你是買在高檔的航運 如果在步零通道你要怎麼看 如果是你現在想要進短 進場 搶短航運的話 那你用步零通道的角度 你該怎麼看 那是不是就要先扯到一些 航運股的一些基本面的消息 對對對對對 當然啊 好不好 什麼飛港的夢魘又來了 對對對 其實超級航運週 你看到的都是利多 看到利多 我們把這個放大給同學看 雖然我們看到利多 可是他並沒有反應在股價上面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在上一集裡面 那個 杜金龍杜老師講的 就是 主力在照浪嘛 叫大家要小心嘛 的確這個浪真的太大了 再加上就是王伯充 整個一個籌碼的追蹤裡面 就有很多同學很厲害啊 很多同學也在追蹤籌碼 其實你從籌碼裡面 你就知道說 不要說南部啦 你光是看北部 北部有一些內支大戶 快閃大戶 他就是在跟同學們做反方向 對 對那如果他在跟同學們做反方向的話 你想想看 這些人不是吃素的 對 這些人也不是什麼好人 那當然我們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要嘛 要嘛就是 那個 不要跟他們玩嘛 要嘛就是抓住他們的節奏嘛 從裡面找到機會嘛 我們把這張字卡放大給同學們看啊 這是 超級航運週相關的訊息啦 包含像陽明說 全球塞港惡夢又 夢魘又來了 萬海一樣缺港缺船缺櫃 問題嚴重 長榮說 從Q3萬望到Q4啦 咦 Sandy你看到這些你有什麼感覺 我就只看到好像就是利多消息啊 可是我 我手上的那些股票就是沒有任何的反應啊 他不知道這個有什麼用 沒錯 因為這些都是已知 對啊 這些都是之前大家都知道 但是股價已經漲一段了嘛 股價已經漲一漲 你就沒有說 好吧你 你你你就可以如果說 比方說萬海 陽明 長榮 後來就跟我們講說 我跟你們講我這個今年要 要多賺多少錢 我今年那個 那個長榮 天下無敵不是只有亞洲無敵 是天價無敵 我已經對他沒有信心了耶 對 但是我覺得啦 我覺得同學也不用那麼的 喪氣啦 失智啦 因為 至少你短線上還有機會 不過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規劃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步林通道啦 這是步林通道的一個 基本的運用啦 因為剛好有同學問到 所以這是航運股的相關的這個操作 我們很適合用這個步林通道 應該說如果說你用的習慣的話 很多股票都可以運用 只是剛好有同學問到 就把它拿出來跟同學分享 也是一個方法 對 因為步林通道其實可以用的 你說因為我今天談的是基本運用 那同學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再去看 他有一些 比較什麼 特殊的應用 延伸下去 對或者是說其他同學 你看一看 你覺得說 你有什麼用的心得 覺得該怎麼應用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分享給大家 對分享給我們這個 那個散步進化論的那個同學 我們一起成長 我常講正面思考啦 我把步林通道基本應用我其實我是拿出來是最基本的 那主要是看趨勢 看趨勢 那步林通道是三條線 三條線就是上中下 中間那條就是20日均線 然後往上的話就是壓力 下面支撐嘛 它是用兩個標準差 就是上面的那條線 所謂的那個上軌線就是壓力線 它是20日均線加兩個標準差 然後那個支撐線就是20日均線 減掉兩個標準差 中間的一個範圍 這是從統計學的常態分配來的啦 所以這個你也可以去注意 但是你懂那麼多其實 主要也不用去設定啦 因為電腦上都有 那這張字卡放大給同學們看 當上中下三線向下的時候代表什麼 代表趨勢向下 那趨勢向下的時候變成什麼 變成上面的壓力大 下面的支撐小 對不對 如果趨勢向下的時候 那當然你就是變成說 上軌線跟中軌線的壓力較好 你先把它記起來 然後下軌線的支撐較小 如果是什麼 如果是上中下三線向上的時候 代表趨勢向上 向漲的 對 如果你要順勢操作 當然就找支撐啊 下軌線跟中軌線的支撐較大 上軌線的壓力較小 這是趨勢 趨勢 那如果發生一個情況就是說 這個三條線是走平啦 就是說它可能由上往下走平 或由下往上走平的時候 它會出現什麼狀況 那這個時候你就觀察你這檔股票的股價 如果是走平 然後股價是從下面向上突破下軌線 這時候就可以買進 對 這個是一個買進的訊號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看什麼所謂的那個 什麼五日均 二十日均 黃金交叉那個類似的意思 但是如果說 相反的 對 相反的時候你就要考量 那如果說三線是向上 然後股價是由下往上突破中軌線的時候 代表行情又在加溫又要進一步上漲 所以這就是走平然後翻轉向上的時候 就可以持續加碼 的操作的方式 但是如果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其實有沒有可能是往下的 有可能 如果是在高檔然後三線走平 然後股價由上向下跌破上軌線的時候 就是一個短線賣出的訊號 該出了 對 賣出的訊號 該停利就停利了 那如果說 在高檔三線向下 就是代表趨勢已經開始從高往下了 高往下了 跌破中軌線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代表說可能 跌勢要加速了 所以你可能要加碼賣出 你要不要放空是你的事了 那你遇到說不靈通道的寬帶 寬帶就是因為它是三條線 那三條線的寬帶逐漸縮小的時候 那可能行情會有改變 那這時候改變是偏好還是偏壞 那要看位置 看位置 還有看它的型態 好 那當然通常我們在這邊 用不靈通道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搭配一些籌碼 或其他技術指標 那我們今天就用 航運股來跟同學做個分享 好 這是長榮 我們把這張字卡放大給同學看 長榮好不好 長榮非常好了 現在一樣好嗎 基本面當然是非常好 但是問題就是我們剛才提到 其實基本面沒有問題 前五月EPA超過12元 甚至如果你把之前的那個 航運投庫的那個相關的報告來看 現在很適合你知道嗎 因為它的目標價還高高在天上嘛 如果你相信它的時候 這時候應該用力買嘛 如果這時候來做比較 沒錯 但是如果說你要用在所謂的 布林通道的話 其實你可以發覺 在今年的那個二月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覺 布林通道是那種是慢慢的走平 然後趨勢要往上 對 然後那個時候它是不是 股價從所謂的下面往上穿越 對 穿越中線 那你那時候可以開始買 果然的時候 對當趨勢 三條線的趨勢向上漲 就代表上漲的趨勢嘛 它是每次回撤 所謂的中線的時候 中軌線的時候 它就有支撐的力道 那你就可以順勢操作做一大段上來 一直到哪裡 一直到那個五月的時候 五月的時候你有沒有發覺 它好像有一個高檔開始 往下 對開始走平 它還沒有往下 開始走平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覺到它的股價 是從所謂上軌線往下下來 對 那時候你可以先賣 先賣之後 先賣之後 或者是另外一種做法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還不曉得說 它的三線是往下還是往上 只知道它走平 那你可以先賣 那賣了之後是不是跌了一段下來 跌了一段下來之後 你發覺說其實三線並沒有往下 它反而走平之後往上 那個股價又突破 往下突破那個所謂中軌線的時候 又是一個買點 要進的時候再進 對 然後你看這一波又是這樣 跟布林通道其實講的都差不多了 就是順勢操作 壓回支撐找買點 然後一路上 但是最近出現一個什麼狀況 出現那個三線又開始走平 那這時候應該是要先出一點嗎 三線開始走平它還沒有代表說 當然你要賣你應該在 那個長榮在200塊以上就應該賣 我在7月1號我就提醒同學了 我想不管在LINE裡面 或者是在王博的另外一個節目 那個股市同學會 57股東都講了 好 我們把這張字卡放大給同學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在200塊沒有賣 那你現在壓下來它是走平 走平之後它是不是 就是還沒有反轉喔 它那個三線還沒有向下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沒賣你現在 可以看中軌線跟下軌線的支撐 我認為這邊會有稍微的支撐 所以如果說 那個同學們你想搶短的話就是 現在是個好時機 可以可以可以進場低階 但是問題來了問題來說 你進場低階的時候你還是用短線做價差的規劃 區間操作 一段一段的做 如果你是一個忠誠的海軍 你是真的想要懷抱一個航海王的夢想 那當然呢當然希望三線怎麼樣 上線再往上 那就複製那個五月那一段嘛 當然這樣會最好 但是後面其實也還不一定對不對 對啦所以我還提醒同學一段一段規劃 好這是長榮啦 我想你就可以拿長榮例子去套到其他的例子 或套到其他的股票例子 當然布林通道也有它的局限在 等一下我們來看 這是下一檔 這是2609的洋服 其實你可以發覺說其實跟長榮大同小異 對 你看這張字卡放到那個同學們看你就知道 其實航運五下是不是都走勢差不多 其實應該說貨櫃差不多啦 貨櫃差不多 當然那個 禮拜三的 禮拜四啦 禮拜四發生一件事就是那個 台華 台華2636台華嘛 他從 那個跌 大跌變成拉到快漲停嘛 單日漲跌幅 18%嘛對不對 可是他算特例 這應該是有刻意的說要在那邊做價 不過我個人認為啦 因為最近官股有來護 航運啦 所以航運至少有反彈機會 你看喔 一樣喔 一樣是走坪之後 你看 放大禮同學們看就看得很清楚 一樣在2月的時候走坪之後 開始趨勢要往上嘛 所以你看 當他股價從低 從下往上穿越中軌線的時候 就是一個好的買點嘛 然後他穿越上去之後 你看每次回到中軌線就是一路的往上 所以那時候你就可以這個波段一路的做嘛 其實你看也跟那個長榮一樣嘛 5月的時候是不是一樣的道理 對 一樣 跟下來 但是你可以發覺說 其實雖然要走坪 但是他沒有下彎 結果後面怎麼樣後面又撐上去的時候 他線又往上 對 所以你看那個股價是不是 重新穿越 由下面穿越中軌線的時候又漲一段 但是這一次就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你可以發覺他也是慢慢的在高檔走平 但是還沒有往下還沒有往下代表他的往上的那個動能是 空間其實還有 但是問題就是問題就是能量沒有像之前那麼明確 還有就是說你可以發覺說其實法人在這邊他是比較做調節 再加上 再加上那個杜金龍杜老師講的就是很多的內支大戶在那邊走浪 然後就像王伯跟各位講同學你有在追蹤籌碼你知道啊很多特定的那個券商分點進出對不對當初叫你們要當航海王對不對然後跟他跟你們講說航運他賺多少這些人他在放空嘛對不對那其實很多事情王伯也不大願意跟大家講得很清楚嘛然後現階段遇到這個問題就沒有了 這種狀況之後其實你就要知道啦股票市場真的 就是心態要去做調整 對就是一段一段做啦然後把錢賺下來 陽明智傑前五月EPS 13.3 你說現在這樣算便不便宜 股價算便宜啊 然後航運投稿的目標價在天上啊 但是問題你現在看到這樣的時候 跟你當初 在那個陽明在200多塊的時候 跟最近跌下來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差很多 對所以 就是說你是不是要 跳船 我認為 現在都急跌了 你沒有跳船了你也不用跳船 急跌來不及了 對你反而應該等一個反彈上來之後看形態 看法人 然後找一個機會啦能賺短線賺反彈就賺起來 找一個機會優雅的下船 其實這樣也算是一個保障嘛 對我覺得這樣對同學們比較好 好那至於說你要不要搭車啦 其實我已經 跟同學講那個電動車 講第三代半導體 你講很多次 講的很多次 而且很多股票你看那個富頂啊 富頂到後面幾乎是漲停漲停一路的噴上去 那當初如果你買了低檔不是很開心嗎 然後你看我跟各位講那個蓬城 蓬城後面也是一路的大漲 對那當然 你現在要不要去追 很多同學也想說 買了有風險 但是有的同學他就是 比較敢追 比較敢追你就去追啊 但是你停損停力一定要設定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啦 這是 康普啦 這是電池啦 我覺得電動車最重要的 就是電池 它心喪耶 對啊 你如果沒有電力車不動 對啊 你有沒有發覺這檔股票其實如果你用布林通道 其實一樣 走平的時候 走平的時候 那慢慢你看那個 那個今年在5月6月的時候是不是走平 走平的時候 三線走平 然後 股價由下 往上突破中軌線的時候 是個買點 有沒有 他沒有馬上大漲 沒有馬上大漲 但是整理了一段時間 你可以發覺說中軌線就是 20日圈慢慢往上的時候 他回撤之後怎麼樣 發揮支撐之後 直接往上衝 對 那為什麼我說有一個局限就是說 你看我們看這一張 的一個字卡就是說 好啊 那如果他都不回撤 所謂的中軌線 那你就 沒有辦法 找到買點 因為他是一直沿著上軌線 一直上去 他已經好像快要突破他的那個標準 對 那這時候 我們是要準備 沒有沒有你要看他因為 其實那個三線是動態調整 對所以 因為他是20日均線加上上下兩個標準差 所以 你就可以發覺說其實有時候我們在用布林通道 你的確可以找到買點 你就可以找到加碼點 但是如果這檔股票是快速往上的時候 快速往上的時候 你就很難用布林通道去找到他的一個 那個所謂的另外一個切入點 為什麼因為他就是一直沿著上軌線一路上 但是我認為這檔趨勢還是向上 那 同學可以注意 當然如果說有回到中軌線 甚至說 趨勢沒變的狀況下跌破中軌線 你可以再觀察一下 等他 像那個長榮陽明 再往中軌線 再上去的時候 你再去買 就是一個 又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但是 停損停律要設定好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檔股票 這是8086的紅捷科 他除了所謂第3代半導體之外 D檔我們講 第3代半導體之外 他還有所謂的 那個所謂的 PA PA主要用在所謂的 網通 還有 相關的那個3C部分 另外就是光達 常常講 車用的光達 其實他也是 主要的一個 他的一個 那個未來的佈局 然後他中美金集團 入股之後 其實他的那個 整個資源是更多 然後好 這張字卡放在給同學們看 你可以發覺說 一樣如果你用 那個所謂的那個 布林通道的話 就很清楚 在 5月6月的時候 開始 走平 然後往上 然後剛好 股價 由下 往上突破中軌線 是買點 然後你看回撤中軌線 也是買點 然後他就一路往上 對然後 你就要搭配法人看 所以 我覺得都還有機會 同學們在操作的時候 你就要 先注意 不管你用什麼指標 布林通道 有其他指標 你先把趨勢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 你再去 套用他的一個 所謂的使用的規則 那 我覺得這是基本的運用 那如果有其他比較 那個 進階的應用 我們以後再來討論 對 我想問王國柱會有一個問題 那所以說如果現在的航運股的話 一樣還是建議去區間操作 一段一段的去做 然後我們可以去搭配 布林通道 對我覺得 就是一段一段規劃啦 那甚至說你想搭車的話 你也是盡量找低檔 然後一段一段規劃 其實航運股跟這個搭車的部分 其實也是算差不多的 應該說 航運股現在是一個所謂 區間的價差規劃 但是 電動車很多股票是低檔 剛上來 他是一個產業的趨勢 所以 產業的趨勢 你可能規劃的那個 所謂的 周期可以稍微長一點 好喔 那麼今天透過這一集 相信 大家都會更加了解 現在的航運股應該要怎麼樣的操作 我們可以像王國柱說 搭配這個 布林通道去做觀測 我們也可以去看 相關的這個電動車的市場 因為他現在才是剛起步 所以也是一個還不錯的 進場的好時機 未來的可疑性 其實都是相當的高 那麼如果呢 大家對於今天這集節目 還有任何問題 想要問的話 當然要趕快掃一下 王國的QR Code 去小鼠GOD988 你有任何的問題呢 王國都給你最詳盡的回覆 建議喔 那我們就再次謝謝王國 精彩的講解囉 謝謝王國 謝謝Sandy 謝謝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節目一定要幫我們頻道訂閱和按讚囉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拜拜